大家看约翰福音第一章,我们从第二十诗节开始来读。 约翰福音第一章二十诗节,那些人是法利赛人猜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些人,为什么施洗呢? 约翰回答说,我是用谁施洗,当年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携带也不配,这是约翰河外,不大泥,约翰施洗的地方所做的见证。 我们读经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上个礼拜已经思想到的,法利赛人派人去问约翰。 为什么要去问他呢? 这个问他的用意是什么呢? 因为他们很惊奇,百姓都跑到约翰那里去。 约翰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 约翰不是一个高等学服毕业的人。 何来的权威? 是何方的神圣,竟然吸引了千千万万人受他的洗。 所以他们就问他一个正面的问题。 你是弥赛亚吗? 约翰说,我不是。 你是以利亚吗? 约翰说,我不是。 你是摩西所预言的那先知吗? 约翰说,我不是。 那你是谁呢? 这样的问话,是要找到真正的答案是什么? 如果你不是弥赛亚。 弥赛亚是谁呢? 就是神所应许拯救以色列,脱离外帮统治,脱离外族欺负,脱离外军蹂躏的那一个拯救者。 你是以利亚吗? 以利亚是谁呢? 以利亚神,那一位在末后可怕的日子来到以前,把全国的百姓先转回归向上帝的复兴者。 你是那先知吗? 那先知是谁呢? 那先知是像摩西一样伟大带领全民族来把神的话传讲出来的人。 那约翰说,我不是,我不是,我不是。 表示,约翰是很诚实的。 约翰不会讲假话。 约翰不是用欺骗来引起群众顺服他的人。 今天全世界最缺乏的就是诚实的领袖。 许多人竞选总统的时候都讲了许多虚假的诺言。 他们把这个形象假冒成,变成很伟大的人格。 等到你选中他们以后,他们慢慢暴露他们本来是一个非常无耻,非常不好的人。 陈水扁就是一个很好的历史。 选中的人,常常过几年,选民就懊悔。 所以,这个世界承设的领袖太少了。 谁是承设的领袖? 很难在现今社会的制度里面被冒出来。 谁用承设来带领别人? 他自己一定会吃很多的亏。 但是,圣经所记载的伟大的人格都是诚实的领袖。 他所讲的话,他自己做到。 他对人允许的,他一定努力去做。 他所讲的真理跟他自己豁出的本责是一样的。 保罗获出他所传的基督。 保罗传出他所获的基督。 所以,当你看见一个人所讲的跟他所行的是一致的时候, 你会与内心的神主非常尊敬佩服这个人。 如果一个人讲的是一套,做的是另外一套, 你内心的神主一定看不起这样的人。 那么,约翰是一个很诚实的领袖。 所以他完全不假冒, 没有多取上帝的荣耀。 正讲耶稣所做的,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 如果你多说,就出于那魔鬼。 当他们问他,你是弥撒亚? 你是以利亚? 你是那先知吗? 又汉说,不是,不是,不是。 这三个人是咎由应习论最重要的重心。 他们注意来注意去,就是注意这几件事。 那么他们就问他,你是谁? 所以他们说,我就是在旷野的那个声音。 我是旷野的富航。 我是你们不注意的一个偏僻的地方的声音。 旷野的声音就是良心的声音。 今天我们听见的就是大家所喜欢的理论。 我们读的报纸都是每一个人欢迎的消息。 旷野的富航已经很少了。 但很多人没有注意的时候, 神就欣识一些地从旷野富汗出来了。 神就在时代的良心。 就是民族的悟性。 就是云民族的悟性。 就是真理的见证。 这个旷野的富尊有没有在旧游里面提出来了? 有,这记载在以赛亚书第四诗章里面,但是犹太的修书界完全忽略了这件事情, 所以约翰就提醒他们,我就是那荒野的神,我要修着主的道,高的我要修平,低压的我要填起来, 想预备一个大道让我们的主来到,当君王打圣战回家的时候,主人就驾到欢迎,有一条大路让他进到他的宫殿里面去, 所以全世界伟大的宫殿前面都有很大的一条路,凡尔赛宫是如此, 百晋汉宫是如此,天安门的广场是如此, 迦卡塔的广场是如此,所以这些宫殿前面的大路,又宽又大又长又平的, 为了迎接君王的回来, 又汉说,我就是那个预备人, 捡拿耶稣基督进来的那个圣灵, 为什么是高山需要修平, 为什么是低压都要填满呢, 为什么关系的都要成为正真呢, 弟弟,只有这样我们的主屋才进来, 今天那骄傲的人挡住上帝的荣耀, 还自卑的人看不见上帝的工作, 万万区区的人神不勤进他, 当你把你的傲慢,你的自卑,你的虚假,你的弯具全部除掉的时候, 主屋才进到你的里面来。 所以呢, 又汉的身份就是为这个工作预备的。 在《弥赛亚》里面, 寫到《弥赛亚》的时候, 当爸爸这两个字提出来的时候, 在《弥赛亚》里面, 他就用了《弥赛亚》做弥赛亚。 在《弥赛亚》的时候, 他就用《弥赛亚》做弥赛亚。 所以这些作曲家对圣经的了解, 跟他应用的表达是非常配合的。 他们不像现在许多所谓圣事的作曲者乱写一场。 他们实实在在把最好的音用奉献给上帝。 当你研究《弥赛亚》或者叫《弥赛亚》的时候, 你就可以清楚明白这个作曲家何等认真,何等伟大, 他对真理跟音用的配合合等的了解。 为了预备耶稣的到来, 《弥赛亚》做了什么工作呢? 《弥赛亚》讲了什么道呢? 天国尽了,你们应当悔改。 你们犯罪的人要悔改。 你们要求主赦免你们的过犯, 要接近你们的良心。 只要接近的人可以领受主的来到。 《弥赛亚》说,我不是弥赛亚。 这些人得到了答案, 但是他们非常不甘愿。 他们就问他一句话说, 你既然不是弥赛亚, 你也不是以利亚, 你更不是那先知, 为什么你施行? 这是心思问罪的审判。 你为什么施行? 其实一个人审判别人的时候, 先假设自己是对的, 别人是错的。 一个人告劝别人的时候, 常常以为自己更懂, 别人不懂。 我说我们做人经验多的, 你就知道世界最好笑的是, 不懂的一起劝懂的。 我告诉你说,你要这样,这样, 根本他不懂, 还有一天到晚劝人要跟他走, 很好笑的事情。 你先误会人, 然后再指证人, 你先不了解人, 然后再劝勉人, 人是笑到来不及笑的。 所以当你这辈人的时候, 你常常先假设他一定是错的, 所以我要讲他。 先假设自己是对的, 所以敢讲话。 所以自以为对的人, 常常讲话很大声。 把别人当作不对, 我们就敢自备他。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就问, 你既不是弥撒亚, 为什么你可以施洗的。 如果是我, 我就问他说, 难道圣经说弥撒亚是可以施洗的吗? 难道圣经说施洗的应当是以利亚吗? 其实这些经修家, 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 完全用自己有色的眼镜, 去了解上帝的话。 全本就又没有讲弥撒亚给人施洗。 全本就又没有说以利亚给人施洗。 全本就又没有提到哪先知给人施洗。 那你用这个没有理由的理由来信誓问罪, 你是根据什么权威。 这是很奇怪的, 约翰被他们这样审问的时候, 约翰一点不为自己接受。 所以当你注意到一个人口里讲什么话, 你就可以评定这个人的灵性高到什么地步。 法国人有一个成语, 叫除非你不开口, 除非你不论别人, 当你开口讲别人的同时, 你正在介绍你自己, 而你自己不知道。 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 我很受感动。 我们常常犯了这样的毛病, 自以为自己最明白真理, 所以我们这里只指南一点点。 我们批评这个, 我们审问那个。 你既然不是弥赛耶, 为什么可以施洗呢? 尤喊没有说, 我为什么不可以施洗呢? 一定要是弥赛才可以施洗呢? 尤喊不这样讲。 尤喊也没有说, 那对不起,我从今儿就不施洗了。 尤喊清楚知道, 他施洗是神的吩咐。 你怎么样批评我也没有用。 因为我做人不是讨你喜欢的。 我行一切的事是照着上帝的指示。 所以,天将罢任以私人也。 我一定要顺从天意, 不是顺从人意。 你们对我好也可以。 你们对我不好也可以。 你一个人只讨人的喜悦, 他什么事都会做错。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都为自己的利益, 自私的人什么事情都会做错。 一个人无论做什么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为自己的荣耀, 他做了一定什么都错。 尤喊知道他是为神行事。 所以尤喊不管人对他的反应是什么。 他也没有收书。 他没有后悔。 他没有结束他的工作。 他解释我说, 用水给你们施行。 那以后,在我以后来的, 他用圣灵给你们施行。 那我要问你一个问题。 为什么这些人来问诱汉, 为什么你施行呢? 其实他们自己的权威, 他们自己的安全感已经失去了。 他们感到自己受了很大的危险。 现在他们看到有一个对手出现了, 所以他们紧张起来了。 人都喜欢躲在自己很安全感的历史里面。 当人看见别人的兴起成了他自己的威胁的时候, 他一定把对象的好处看不见, 把对象的坏处把它吐出来。 找各样的理由去拦阻他做那些威胁自己存在的事情。 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本来只有你开了一个餐馆, 所有的人到你那边吃饭, 所以你感到做人很甘愿。 突然间隔壁来一个上海来的很会煮菜的人, 开了一间菜馆比你好吃十倍。 所以从前在这里车都跑到那里去。 你每天看见越来越少, 趁着你夫妇两个人煮了没有人吃。 所以你对于那个人的存在, 你根本不会欣赏他煮得这么好。 你对他给你的威胁产生很痛恨的感觉。 但你要找什么理由呢? 你为什么在我旁边看菜馆? 他只回答,为什么不可以在你旁边看菜馆? 你为什么煮得比我更好吃? 他只能问你,为什么你煮得不好吃? 就这样简单就回答了,对不对? 所以这种痛苦很难了解,很难解释。 所以他只能够用各样的办法来破坏别人。 这是人与人之间关系常常发生的事情。 如果你爱上了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本来也对你不错, 突然不久有一个比你漂亮五倍的男人出现。 他又喜欢你所爱过的女孩子。 就这女孩子不怕不设祸,只怕祸比祸。 看了他比你漂亮得多。 慢慢他对你冷战了。 你那个时候会欣赏他很英俊吗? 你会把刀刺在他的胸上把他杀死吗? 人性是败坏到这个地步。 所以当他们问他,你为什么死死的时候。 这句话是没有理由的。 这句话也没有圣经的根据。 这句话也没有圣经的根据。 他们竟然问出来的。 我们常常有这样的经验。 大概十九年前, 我开了教会以后的第二年, 有一个教会的领袖跑到我家里来。 那我当时很礼貌地接待他。 他都藏不死了。 我本来是很尊重你的。 第二季你就知道大概有讲什么。 我本来是很尊重你的。 意思就是说, No more now! 那我说怎么样呢? 现在我看你不一样。 我说有什么不一样,请告诉我。 你为什么变了呢? 我说,我什么时候变了。 他说,你不应该开教会。 我说,我开教会错吗? 他说,你应当比开教会做更大的工作。 你可以到处帮助各教会。 你不应该自己开教会。 讲起来堂皇好听的话。 但是我要知道的不是内容, 我要明白的是动机。 你讲这句话的动机是真的为我的好处吗? 你讲这句话意思是说, 我开了教会就不能变成别的教会的祝福吗? 我开了教会以后, 我还是照样在全世界传道。 我现在照样一年三百次飞机到世界各地去。 我还支持了证教会的祝福。 所以你所讲的东西根本不存在。 你的劝勉其中, 罪欧之意不再久。 所以我就听他讲了。 他说,我从前多么尊重你。 我现在看你开了教会, 我就不再尊重你了。 我说,我本来是不真的尊重的。 所以你不尊重我, 是有你的权柄,你的自由。 我从来也不要求人尊重。 你越讲他,他越气。 他盼望你说,是的,我错了,我悔改。 他才甘愿我。 我因为感到我什么错。 所以他说,为什么你开教会呢? 为什么你开教会呢? 你不可以开教会。 我不知道你是上帝派来的, 或者你自己派来的, 或者魔鬼派来的,我不知道。 为什么基督徒开教会, 反对的不是回教徒是基督徒。 为什么一个礼拜堂建成功了, 反对的不是回教堂, 反对的是基督教的礼拜堂。 这是很调诡的东西。 所以当约翰见到这些人的时候, 他们问他,为什么是基督徒? 他自己没有错的。 但因为他自己千千万万人到耶路撒冷, 不再到圣殿,到犹丹河外面去。 所以耶路撒冷的圣殿变成黄场。 这些法利塞的教训没有人注意。 人要听悔改的道理, 听真正认罪, 真正预备主的来临的道理。 所以他们要保持自己的面子, 保持自己过去的身份, 自己以前到现在的荣耀。 他们就怪,我今天被冷落, 不是因为我有什么错, 是因为你被吸引, 所以你吸引人, 所以错就在你。 我们今天当遇到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惧怕。 上个礼拜我对你说, 那栽培你没有份的人, 要拉倒你, 是不会成功的。 妒忌你的人怎么破坏你, 是不会成功的。 没有理由来反抗你的人, 他怎样弄坏你的名义, 也没有办法。 神是公义的上帝。 我们今天不要因为有人反对我们, 我们就气得半死。 那是慢性自杀。 你不要做笨的人, 人反对我有他的自由。 为什么人喜欢你, 你会很高兴的? 为什么人反对你, 会很生气? 你这样在乎人对你的反应吗? 如果你真正太在乎自己, 你会很生气, 那么你就是一个以自己为中心, 为自己而活着的人。 我们是为神活着。 我们是为真理活着。 我们为了全世界人民的福利活着。 所以我若不舍弃, 我就不能做跟随耶稣基督的人。 有很受人这么反对的时候, 他不但没有退出。 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行。 将来有以后要用圣灵给你们施行。 他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以为我威胁你, 还有更大的会威胁你的。 所以这个人不但没有退出, 他是很勇敢地把应当做的事情做出来。 你想,这些跑来问他心思问罪的人, 心里多么怯。 那尤凰根本不管他们怎么样对待他, 他平心惊喜, 温柔忍耐, 回答那些到他面前来的人。 他说,那在我以后来的人, 是比我更伟大。 你想想看, 你不伟大已经吸引几千几万人到你这里来的。 以后来的比你更伟大, 不是把我们弄得一文不字了吗? 完全不能接受这个道理。 尤凰说那个伟大到什么地步呢? 我就是替他蹲下来解邪带, 我也不够资格了。 尤凰对基督尊从到这个地步。 尤凰用这些话回答他去到他面前来的。 所以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从又看口中所听到的, 就知道他们的时代要过去。 这件事情是真的, 但怎么可以这个时代就这样结束吗? 有一个很大的神学家, 叫做Richard Niebuhr, 他写了一本书《基督与文化》, 里面他序言里面讲了一句话。 他说,当基督成为犹太人的威胁的时候, 当基督成为犹太人, 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 这一条路怎样维持犹太文化。 如果可以把这个传统维持下来, 那么就要消灭基督。 如果要让基督存在, 他就会消灭犹太文化。 所以在两个紧张的关系的中间, 他们到最后就选择了把耶稣钉在司徒下上。 我的存在要消灭你, 或者你的存在要消灭我, 也许让你来消灭我, 不如我先把你消灭掉。 所以你看见新诱一开始的时候, 紧张的关系已经不能避免了。 在约翰的讲道的时候, 跟犹太的文化已经各个不入了, 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 从一开始, 约翰跟基督虽然很平静安稳地讲道, 他们已经对犹太文化产生了危险。 这是历史上一个很大的悲剧, 但这也是历史上不可减少的一件事情。 所以当神已经要把整个犹太文化抛弃的时候, 犹太文化的死守着, 他们一点都不救。 从这以后, 用新诱就不再用犹太的西班牙文写下来。 神竟然检浸地, 犹太人所看不上的希腊文成为新诱的媒介写下来。 从西班牙的传统来说, 这是根本不可以接受的事情。 这不可以解释成是上帝的作为。 因为以色列是上帝的选民。 以色列的文字是上帝写作律法的修忧吗? 神什么时候告诉我们, 会把我们的文化丢掉呢? 神什么告诉我们, 会把耶路撒冷放弃? 神什么告诉我们, 会让我们整个旧业的传统消灭呢? 他们还拾受他们的教规, 他们拾受他们的传统, 他们还照样傲慢他们所领受的圣言。 他们因他们领受的圣言, 而把自己当作是最优秀的民族。 他们因为领受的立法, 把自己当作最义的一个民族。 他们从来没有想到上帝看一个自义的人, 就是罪欧最大的人。 一个真正谦卑的人, 从来不敢说自己的谦卑。 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 不敢说自己是有学问的人。 一个真正有灵性的人, 常常感到自己没有灵性。 所以上帝把律法赐给以色列人的时候, 乃是叫他们发现, 律法中间的上帝是圣洁公义良善上帝。 但他们认识上帝是这么圣洁的时候, 就感到自己是这么无畏不圣洁的人。 当一个人认识上帝这么公义的时候, 就显出自己何等的不义。 当你明白的上帝的上帝面前, 他们应当承认自己的不善。 因为律法乃是叫人知罪。 那么犹太人有了律法,知罪了吗? 他们有了律法,不但不知罪, 他们傲慢。 别的民族没有律法, 所以他们比别的民族更高一等。 所以一个不认知自己罪的人, 神除了赤下律法以外, 上帝在赤下先知, 先知去支出他们的假冒为善, 先知去决法他们的罪, 追讨他们就回到上帝面前来, 整个咎诱就是从律法跟先知把它组成的。 律法叫你知罪,你不知。 先知再来指责你有罪,你杀先知。 所以上帝说,这个民族没有叛网的。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如果你咳嗽,咳嗽,咳得半死。 后来你到医生那里去, 医生说,我要用最先进的X光,MRI, 来造你的肺,知道你里面到底有什么鬼。 却火,造出来了。 哇,你的肺部里面一大堆的细菌。 你的肺老病严重得很不得了。 那你看了这张报告以后呢, 你应该怎么样? 我问你应该怎么样? 应该哭。 原来我外面这么好看,你们要死掉了。 我肺老很重了。 那我怎么办呢? 你应该谦卑下来。 但是有一些人不是不谦卑。 他说,我看过医生,你们没有看过。 我有过这一张这么伟大的医修的这个器具, 仪器所造出来的东西。 你们这些乡下人都不知道什么叫医院, 什么叫医学,什么叫医学的仪器。 你看,我的X光照出来。 这个机器是用几万块美金买到的。 所以你就看不起乡下人不懂医学。 但是那些什么医学都不懂的, 各个肺都很健康。 而你有钱看最好医生的人, 剩下三个月就死掉了。 你因为你有特别的乙气, 你因为你有更高病的医学知识, 你就看不起那些不同的人。 有太人的,他们的烈根性, 他们自死的病就在这里。 他们有律法而骄傲。 他们有律法而自义。 所以神看他们的自义就是最终最可怕的罪。 神就把他丢起了。 所以在另外一本福音告诉我们。 又汉对这些法利塞人所派来的人讲一句话。 你们这些剁舌的种类, 你们有悔改。 你们怎样躲避上帝的愤怒呢? 你不要心里说,我是亚伯拉安的后代,我是亚伯拉安的后代。 你们若不悔改。 你们若不有真正的悔在国子来。 你们断不能浸天过。 你们接触悔改的国子, 以你们悔改的心相称。 如果你们的心真的要悔改。 你们就应该有你的行为在表现出来。 你口里讲一讲,心里想想, 但是真正的国子看不见你们的信仰是假的。 你的信仰是假的。 这些人到约翰面前,不是要悔改。 他们在遭约翰的麻烦。 他们在遭约翰的麻烦。 他们在遭约翰的把病。 他们要约翰回答的时候, 可以有一些话在他们的手中, 使他们可以控告约翰。 但是约翰没有回答错误的事情。 约翰对他说,我用谁给你们洗衣是件小事情。 这样呢,有一位要用火给你们洗衣。 有圣灵给你们洗衣。 所以这样就开了一末新的新幼神修的开端了。 感谢上帝。 新幼的时候,神的灵感动约翰讲了整个约翰面最重要的中心点。 在约翰以前,全本就业最伟大的神学家就是大卫。 我们今天对基督人的认识,最多的元素都是从大卫领受的启示取出来的。 基督是神的儿子。 基督是上帝的圣者。 基督是受高的君王。 基督被卖三十块钱。 基督被定时的叫手小受炸。 基督死的时候,连一根骨头都不支断。 基督复活了又坐在上帝的右边。 这些基督人的真理,亚伯拉罕一见都不懂。 摩西也不懂。 又说也不懂。 只有大卫明白这一切的一切。 所以当我们在使徒信经里面所念的基督论的时候, 一大半都是从大卫传下来的。 什么叫做合神心意呢? 是不是大卫所做的每件事都照着上一件意识做的呢? 事实不是如此。 大卫曾经是个杀人的人。 大卫曾经是个犯奸人的人。 大卫是违背了许多律法的人。 但是圣经所说这是合我心意的这句话怎么解释的? 所以大卫真正明白上帝先锁所定的基督要来救赎人的道理。 从来没有一个人比大卫更明白基督论。 所以就有你透过大卫,你就明白整个圣经在就有你们启示的中心在哪里。 那么从大卫一直到施洗约翰, 我们看见约翰是第二个最明白基督论的人。 约翰跟大卫不同在哪里。 约翰是大卫预言将要来的基督, 但是约翰亲眼看见已经来的基督。 大卫是远方看见要来的基督的形象。 但是约翰亲自见证基督的真体。 但约翰的这些学术界律法师对旧有研究空洞无一屋的时候。 约翰在最简短的时间里面对基督做的见证, 就把整个旧有的害心完全讲进出来了。 约翰先宣布基督是把天国带到人间的。 所以约翰说我们一定要预备我们的心迎接天国君王的来临。 当约翰看见耶稣向他走过来的时候, 看上帝的羔羊除去死人罪你的。 所以说,要把人献祭的时候,神为他预备一只羊。 亚当犯罪由神杀死羔羊,把皮衣做衣服遮给他的羞辱。 当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 有宇宴界的羔羊、食料、流血, 杀在他们的门楣和门框的上面。 当在旷野行走的时候, 他们的献祝罪祭、输潜祭、杀羔羊来蒙上帝的羡慕。 整个就有带死的牺牲。 整个就有留学的救赎。 有天怎么研究的,研究不清楚。 又看一句话全部讲出来。 看上帝的羔羊。 耶稣基督是约翰观念中间天国的君王。 耶稣基督在约翰的思想中间,就有你们所预言的弥赛亚。 耶稣基督在约翰的信仰中间是被杀的羔羊。 所以这三方面最重要的海心, 都成为约翰见证最重要的内容。 不但如此, 约翰是利用最少的时间把最重要的东西讲得最清楚的一个先知。 以赛亚、耶利米、以西洁、丹利米都有几十年富士上帝的时间。 保罗、约翰、雅各、彼得都有几十年侍奉上帝的时间。 等世纪尤翰为上帝作见的的时间,不会超过一年到一年半。 所以他三十岁出来传道。 半年以后耶稣也出来传道。 耶稣传道三年半就死在四日架上。 要他传道不到一年半就被砍头了。 首先要开始的这两个。 一个是基督,一个是先锋约翰。 有的时间太简短了。 一个人三十岁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做工会影响全世界吗? 一个人像约翰在一年多的传道中间会传出什么真理出来? 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约翰在最简短的时间把整个旧有最重要的内容用最少的话讲出来。 基督是谁呢? 基督是弥赛亚。 基督是谁呢? 基督是天国的君王。 基督是谁呢? 基督是上帝的羔羊。 基督是谁呢? 基督是为我们留学的救主。 把这几个观念永会贯通在一个思想里面表达出来。 这就是平衡的、全面的、正确的基督论。 这是当时整个犹太民族所有的律法师跟文士,他们修书界里面没有一个人可以永会贯通的。 因为他人所盼望的就是弥赛亚的来到。 但他们的弥赛亚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不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 如果上帝派弥赛亚来拯救我们, 他一定是带领军队的。 他一定是振救的领袖。 他一定是打败列国的。 他一定是复兴民族的。 他一定是重建圣殿的。 他一定是重建宝座的。 他一定是重建宝座的。 但是当耶稣出现的时候, 圣殿早就建完了。 耶稣从来没有带领过军队。 耶稣从来没有带领过战争。 耶稣从来没有带领过战争。 耶稣没有什么政治的地位。 耶稣没有宗教的什么背景。 他甚至没有什么学书的地位。 所以有个人就不能看见这个耶稣到底是不是弥赛亚。 因为在他们的已经过滤了, 已经拣选的基督人中间, 他们所有的条件,耶稣都不合资格。 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人就是弥赛亚。 但是诱汉完全接受了。 诱汉的弥赛亚不受修术界所有的这个殿。 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这世界有两种人。 一种人一天到晚从小到老走修术路线的人。 他们在原有的知识规范里面深入的研究, 所以他们非常周详,非常深入的思想, 很多伟大的学问。 但是结果毛病在哪里呢? 就混在传统里面。 就是修术里面把自己绑死了。 结果修术界的人很少影响全人类的文化。 影响改变人类的生活。 所以当修术界到了一个地步, 走投没有路的时候, 常常就从不大修术的范围中, 你兴起一些这就很强, 满有智慧的人突破修术, 把整个时代带到另外一个范围里面去。 就是历史里面常常看见的事情。 对儿徒道德的启发, 人类智慧的表达最重要的一个人, 叫做一说他是一个奴隶,是没有修术的人。 文艺复兴时代最智慧的人是大文旗, 他不是一个修术界的人。 大卫王不是一个修术的人, 斯西约翰不是一个修术的人, 我们不应当反对修术, 但是迷信修术是在修术里面的人, 常常会以自己的努力,自己富贵的代价, 而轻抗那些没有修术的人。 使徒道德的信修术人第四章告诉我们, 他们看着跟随耶稣的人都是没有修文的小民。 华利赛人说,这一位伽利利人能做什么呢? 如果你去查考,就知道伽利利没有出过先知。 读者文载有一篇文章, 专论到Leonardo Da Vinci。 第一句话怎么讲呢? 大文旗从来没有入过正规的修校, 幸好他没有在修术界里面搞。 否则的话,我们今天所他领受的又是当时那一套什么都没有了。 这句话是很真实的事情。 你们知道没有修文的人不一定不聪明。 没有机会到外国留学的人也有他自己的一套。 周恩来到德国,邓小平到法国, 郭莫瑞到日本。 唯一一个没有出去的叫做毛泽东。 这个人没有跟他们有机会出国的。 我现在不是在称赞毛泽东。 因为我一生里面最讨厌的其中一个就是毛泽东。 但是我的院长在北京大学读书的时候, 应该是大概八十多年前。 他讲一句话。 当时毛泽东是北京大学的土书馆主任。 每天第一个进土书馆的就是毛泽东。 最后一个关灯离开土书馆的也是毛泽东。 他就静静坐在那边,以免管理土书馆,以免自己读书读不停。 按正式的修书来说,他没有什么修位。 但无论三教、九六、天上、地下,所有的知识他都有。 我们不能轻看没有修书的人。 你们修书的人在历史上出现过几个人, 把比修书界更智慧的东西带来教训我们。 中国有一次播了一件事情,我感到很难过。 很多最会画土画的人都没有办法进入艺术修院。 因为他们的英文考不进去。 我就不知道画土画跟修英文是什么关系。 一大堆英文好得不得了的人, 画几个字都画不清楚。 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范围。 但人到底为什么用这个规格来定制另外一个范围的东西。 因为人的脑破成两半。 一半管艺术,一半管逻辑。 每一个人的脑都有两半。 逻辑性比较强的人。 多数艺术一窍不通。 艺术比较强的一部分。 逻辑也是一窍不通。 所以你用逻辑性的范围来骂他的时候, 他变成一文不值。 但有一天,他艺术成就的看你一文不值。 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自以为义。 我们的孩子也是如此。 如果他是艺术好、英语好、数学不好,不要骂他。 如果他逻辑很强,不懂英语,也不要骂他。 反正,天生我才必有用。 有很多的人就用他们自己的权威,自己有限的范围,一天到晚骂孩子, 变成把孩子骂得越来越笨。 把孩子骂得越来越笨的,自己是最笨的。 你看看上帝兴起幼汉的时候。 不是透过耶路撒冷的, 知识界、修书界、律法界那些的东西。 但是幼汉对整个旧约的了解。 决定超过当时所有的律法师,所有的法律塞人,所有的祭司,所有的文师。 他庆祝圣给他的护照。 他敏感圣灵给他的引导。 他原来他说,做的工作是没有别的人可以做的工作。 为什么他施习呢? 施习的目的是什么? 千间万人受习什么? 我们最简单的一个基本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为了洁净。 这是没有一个文化可以辩论的事情。 当我们手脏的时候,我们洗手。 当我们衣服脏的时候,我们洗衣服。 当我们头发脏的时候,我们洗头。 所以我们洗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要洁净。 你们要悔改。 你们要受洗。 你们悔改就是认罪的意思。 受洗就是要洁净的意思。 但又安也知道用水给人洗,没有办法洗弃人的罪。 所以又安说,我说用水给你们洗洗。 那我以后来的要用圣灵给你们洗洗。 我从小都听见一句话,又安的名字叫做施洗。 这样就跟死的又安分开来了。 又安的工作就是施洗。 又安的责任就是施洗。 但我们从来没有听人家说施洗耶稣。 耶稣基督是不是施洗者啊? 是不是啊? 耶稣是真正的施洗者。 又安是预表性的施洗者。 又安是象征性的施洗者。 耶稣是真体的一个施洗者。 要我们从来没有人说施洗的耶稣。 我们只是讲施洗又安。 我今天要告诉你施洗的基督。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圣经叫又安提出这个名词来的。 我说用水给你们洗洗。 耶稣用圣灵给你们洗洗。 所以又安是施洗者。 耶稣也是施洗者。 那么耶稣跟又安怎样不同呢? 又安是用水给你洗。 耶稣用什么? 用什么? 用圣灵给你洗。 水洗就是要接近。 灵洗也是要接近。 那么水接近什么呢? 水接近肮脏的物质。 灵接近什么呢? 接近肮脏的心灵。 他会清洗心。 用水洗不过这个预表。 因为水从来没有办法接近人的心灵。 你的头肮脏的你拿来洗。 你手肮脏的你拿来洗。 你衣服肮脏的你拿来洗。 我又是常常奇怪啊。 袜子常常洗。 衣服常常洗。 背心裤子常常洗。 很少洗领带。 对不对? 你们很常常洗领带嘛。 因为领带一洗变成油条就不好。 或者运领带呢运乱七八糟。 所以我们做人不公平。 对我们的东西也不公平。 我们穿的鞋子。 袜子常常洗。 鞋子很少洗。 你有没有人把鞋子拿到肥皂水里面冲了来洗? 很少洗对不对呢? 那么洗的时候, 就会把肮脏除掉。 你说,哎呀,我的袜子脏了,我来洗。 我的手巾脏了,我来洗。 我的衣服脏了,我来洗。 请问你, 良心脏了拿出来洗。 把心拿出来用肥皂水来洗?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用水洗是不够的。 施洗悠汗是不够的。 施洗悠汗是不够的。 施洗悠汗有自知之明。 他说,我不过是用水给你们洗。 这个不够的, 就是象征性的。 你以为我很伟大吗? 没有。 我不过用水给你洗了, 预表有一天, 你的心灵要受圣灵接近。 现在我有五分钟, 我就结束这个讲道。 圣灵洗我们。 受圣灵的洗。 这句话是不是说, 除了耶稣拯救我们以后, 还有圣灵来接近我们, 才成为完美的基督徒。 这就是由魏里公会的创办人, 约翰·魏里所提到的一个理论。 这就是不够的。 是需要成圣。 所以成圣是什么呢? 就是受圣灵。 受圣灵的洗。 就是第二次的恩典。 第二次的恩典。 这个字慢慢慢慢就, 以转化变成什么呢? 受圣灵的洗, 才是圣灵的充满, 才是接近, 才是更完美的一件事情。 所以有, 这些字到了二十世纪的时候, 就转化变成另外一个错误的教训。 你得救了吗? 不够? 你受洗了吗? 不够? 你还要受圣灵的洗? 那你才是一个好的记录徒。 什么叫做圣灵的洗呢? 很多的观念就错误了。 他们就认为是圣灵洗我们。 圣灵洗我们什么意思呢? 再错下去的时候, 就变成超自然的一个现象。 圣灵的洗的经验。 到了1905年以后, 五旬这些教会的神秀, 就把事件事拉在一起, 医病, 感鬼, 神迹, 做荒原, 这些就变成圣灵的洗一些的记号。 所以, 在演化到更错误的时候, 圣灵洗的人, 他有特殊的现象, 他们用荒原祷告, 在眼睛到更可怕的时候, 就变成有一些特别的现象。 祷告的是枕头, 呼叫, 有不同的语言讲法, 掉在地上, 在那里抽筋, 甚至哈哈大笑。 所以, 你们听过什么叫Toronto Blessing, 你们听过什么叫Holy Laughter, 都把这些跟他们观念中的圣灵的洗衣, 成为圣徒的意思。 受圣灵的洗衣, 跟神迹, 歧视, 讲荒原, 赶鬼, 不一定有正面的关系。 所以, 四月份第一个礼拜的时候, 我要跟你专讲圣灵的洗的问题, 我先把两个基本的观念纠正过来。 第一个观念是, 耶稣洗, 不是圣灵吸我们。 约翰说, 我是用水给你洗。 耶稣要用圣灵给你洗, 所以圣灵从来没有一次讲圣灵是施洗者。 圣灵是工具, 耶稣是施洗者, 耶稣用圣灵来接近我们。 这是第一个基本的观念。 第二个最基本的观念是什么? 一个人受耶稣圣灵洗净以后, 他就成为圣徒有圣徒的地位, 他就成圣有圣徒的生活。 所以每次看到圣灵的洗的时候, 你不要受现在灵恩派错误的影响。 因为他们的观念中间是模糊的不得了。 他们以为圣灵是洗者。 他们以为圣灵是洗者。 洗的结果是神迹启事赶鬼的事情。 受圣灵洗的记号就是能说谎言。 所以他们就不注重圣洁的国效。 很奇怪, 是专讲圣灵的人为什么生活不圣洁。 为什么灵恩派的领袖很多在性问题上都不接近? 为什么灵恩派的领袖很多在钱财上也不接近? 因为他们说圣的观念是不清楚的。 他们对洗的目的也是不清楚的。 他们甚至对谁施洗也是模糊的。 所以从1901年的时候, 在一个地方叫做Topika, 你们可以去查你们的Google, 这个城市就开始有一个人, 他用这种错误的观念来解释圣灵论, 过了四年以后, 在1905年的时候, 就是Azusa Street, A-S-U-Z-A, 洛杉矶的地方, San Francisco, 去行洛杉矶什么山东西。 Los Angeles。 就是,我耳朵很灵敏的。 形成了一个小团戏, 这个叫做Pentecostal Fellowship in Azusa Street, 是五行节教会。 所以他们就开始了一个新的运动了。 开始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 叫做Apostolic Faith。 有使徒的信心。 根据他们说, 他们找到了使徒最先的信仰。 对我们来说, 使徒的信仰就是使徒信经所讲的那些内容。 对他们说, 不是的。 使徒所信的就是神迹奇事, 使医病赶鬼说谎言圣灵的习。 从那个地方就发展了五行节的教会, 到了1950年的时候, 就把它转变变成灵恩教会,灵恩派。 到了80年、90年代的时候, 就变成葡萄园运动, 变成了基督教所提到的, 就是他们所说的那个叫做Toronto Blessing的中心。 like Toronto Blessing。 Toronto Blessing发展到最极端的时候, 他们不但闭着眼睛, 哈哈大笑几个钟头。 有的就出了狗叫的声音。 有的就出了鸡叫的声音。 后来人家问他说, 那个Cook, 这个Cook,什么? Chucker like a chicken. Chicken是小鸡。 不是啦! 不一定喔! 那个公鸡怎么叫? Rooster。 所以咯!就叫公鸡叫的。 人家问他, 你圣灵感动为什么会变成狗叫呢? 他们回答说什么? 我们在耶稳的殿看门很好。 那为什么圣灵充满你变成鸡叫呢? 我们叫彼得要悔改嘛。 所以是牵强附会乱讲一场。 所以下一次我对你们讲的时候, 我要提到圣灵的洗这个词在圣经只有出现其词。 其次都不是说圣灵洗我们。 其次都是指耶稣借着圣灵接近我们。 圣灵洗的结果,人就成为圣徒。 爱圣经的生活。 过圣经的行为。 所以四月第一个礼拜, 我们就照着约翰所讲的这句话, 我是用水给你们洗洗。 那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他用圣灵给你们洗洗。 我们从这一个名词来明白圣灵的教训之上。 今天我们就到这个地方。 我们第一个祷告。